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否定重新否定后的大肯定 所谓无一物中无尽常 有花有月有楼台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句本来无一物 后来就成为禅宗非常响亮的口号 当然文字的解释 还得依你的层次你的智慧而有所差别 好 当慧能一说出这一首祭 现场引起一阵骚动 我们来看经文的第四页第四段 殊此记忆 不中总经 无不皆样 各乡未言 其灾不得以貌取人 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足见众人精怪 恐人损害 虽将血插了记 也意味见性 众以为难 慧能他说出这四季记之后 别价就帮他书写在墙壁上 当时室内途中看到了都感到惊讶 是惊叹不已啊 而且还相互讨论说 这个真是一大奇灾 因此看他在对方里聪明 很少听他说话 以为他很平常 想不到会做出这样子的寄宋 真的是不能以貌取人 像他这种人 应该是累世修来的慧根 要不然怎么能够在这个短短的几个夜中 竟然成了肉身菩萨 竟然就有了肉身菩萨的智慧呢 其实如果你光看这一首季 你也许不会吓一跳 就是因为前面有神秀的那一首季 你对照之下才吓一跳 大家对六祖慧能的见地 相当的惊讶又赞叹 其实不但当时为大众所称赞 就是经过了一千三百多年 这么久的时间 仍然被深仲以及俗人 在佛教中广为传颂 特别是弘扬佛法 经常都会引用这四季纪 这千余年来 虽然都传颂不停 但是记载这一首寄宋的佛教古籍 现在发现有五十种之多 对这一首寄宋的记载 颇有出路 最具争议性的就是第三季 有的说本来无一物 有的说佛性常清净 不过比较起来 说佛性常清净的少 说本来无一物的多 现在我们以流传本 仍然用本来无一物 这个也给诸位顺便做个说明 吴祖大师知道这件事之后 他又看到众弟子都很惊奇的讨论着 恐怕会使一位可造之才 遭受别人的嫉妒 甚至受到伤害 因此故意拿起鞋子 去擦掉那些寄宋 并且还故意说 像这样子的寄宋 仍然不是见性的寄宋 旁边的弟子听到以后 就都平息了对这件事情感到的惊奇跟疑问 就以为真的是这样子 以为这个也是没有见性的 当然这个经文里面的 碎姜鞋擦了计 诸位你看了以后 你也许会觉得很突兀 无主怎么就当众脱鞋子 还把他的鞋子拿来当板擦 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有点点粗鲁 对不对 你也不要怪 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无主表面上对慧能是不理不睬 事实上是很爱惜慧能 是关心他到了极致 这个脱鞋子的动作 也许真的是急了 但是也可以这么看 这个就是自在 大师都是很自在的 而在禅的境界上 无主用鞋擦技 这个动作也是有才艺的 鞋表行机 以鞋来擦技 是无主以行机 来对慧能的技做的印证 这个是禅师跟禅师之间交流 以末动静中都透露着禅机 禅意禅味 这个唯有内行人 一看才能够洞悉争意 这个言以道断 不是外人所能够了解的 这是从禅的境界上面来看 接着请再看经文 次日 主前置对方 见能央食聪明 以耶求道之人 慧法望躯 当如是夫 乃问曰 米手也未 慧能耶 米手久矣 有欠塞在 主以仗集对 三下而去 慧能 即慧主义 三谷入世 主以夹杀遮围 不令人见 未说金刚经 自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慧能 言下大悟 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 次日 就是第二天的深夜 无主为了不让别人看见 悄悄地避开室内的大众 独自潜至慧能的聪明房 这个潜呢 是不公开 也就是悄悄地 为什么无主要避开众人 悄悄地进入对方见贵能呢 这个是无主所行的方便法 因为众弟子 每个人的修为 每个人境界都不一样 往往会互相的嫉妒 所以必须要以方便法来应对 以避免伤害 以及困扰的发生 无主独自潜至慧能的聪明房 看见慧能腰上绑着石头 正在勤奋不懈地不断聪明 聪明为什么要在腰间上绑石头呢 原因是慧能瘦肉体轻 身体不够强壮 不容易踏动聪明的队 因而在腰间上细上石头来增加体重 这样子聪明就方便得多了 无主他见到慧能心无旁骛的工作 没有偷懒 深受他的认真工作感动 因而他就借此对慧能说 求道之人为法忘躯 当如是乎 求道的人为法忘躯 应当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无主对慧能的鼓励 是赞叹慧能精情不懈的德行 跟修行的正心 修行的人为了上求佛道 正求佛果 为了开悟本性 令本性达到真正的光明显现 故而忘躯 不会在意身体的吃亏受苦 如果处处担忧着身体的欲求 就没有开悟见性的机会 无主肯定慧能的为法忘躯 虽然腰上绑着石头 他日日踏队聪明 但是他不执着这个身体的苦 他也不执着自己在做苦工 所以赞叹慧能说 求道之人为法忘躯 当如是乎 好 那么我们想想 今天诸位来这个地方上课 是不是也是求道之人 诸位 你有必有为法忘躯呢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无主随后又用采语问道 米熟也未 米熟了没有 这个听起来 似乎是一句很平常的问话 而实际上是含有很大的残疾 这个意思是在问他 你在这个地方苦修已经八个多页了 对以所求之道 是否已有所悟啊 也就是你的心性磨练的如何 会能对吴族所问 深有体悟 于是他也用残疾 他也用残疾回答说 米熟久矣 油欠塞在 米早已经熟了 只欠一塞 诸位 你不要小看这句对话 无主意识是说 见信了没有 结悟了没有 你准备好了吗 会能说 早就见信 绝了 悟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只欠和尚 为座印证而已 这个油欠塞在呢 一是指欠主师印证 一是指欠主师指点 这个也就是说 请无主您鉴定看看 我是不是已经自信归一三宝 自信有没有真正相应佛的明觉智慧 自信有没有相应佛的正法 自信有没有真正相应佛的清净了托 不然成缘 从这个对话当中发现 这一对师徒是很有默契 无主知道会能已经有所悟 不再与他多谈 以免室内的深重经过发现 于是无主用手杖在队上敲了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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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就离开了 主委为什么他要敲三下 为什么 这真的要有相当的慧根 否则可能想差一点就解释成 无主要他扣扣扣扣继续做 无主跟我讲完话了扣扣扣继续做 那么如果想好一点 就是说还不错 主委你想想看 如果无主对你超三下 你会怎么想 你也要揣摩你自己 这个真的是要有相当的慧根 慧能当下他就领会无主的意思 于是在夜晚三更的时候进入无主的方丈式 所以这三下是什么意思 是三更的时候到我的方丈式来 所以他三更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无主的方丈式 无主用袈裟遮围窗户 不让别人看见里面的活动 为他说金刚经 讲到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慧能以言下大悟 金刚经总共有三十二分 第十分有一段 诸菩萨摩赫萨 因如是身心尽心 不应注射身心 不应注身香味触法身心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要当一个真正明白事理 自觉觉他的菩萨 因如是无助身清静性 无助就是不执着 不注射身香味触法 就是不要执着六成 不要执着外面的世界 谈经上面说 外不着相 内不着空 内外都不执着 不执着什么 一个也不执着 全部都不执着 好的不执着 不好的也不执着 见性不执着 还没有见性 也不要执着 修行就是修行 生活就是生活 你在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不需要执着 就连不执着的概念 也要不执着 佛经理常说不执着 但是如果你时时刻刻执着 那个不执着的概念 你就很难彻底的不执着 这样讲 那你会问 那我要怎么做呢 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 不是用说的 也不要停留在一种 不理不睬的状态 如果是那个样子 那是执着 不要做 修行一定要念佛吗 修行一定不念佛吗 你不要用你的概念 去否定别人的概念 别人的概念纵然不对 你执着自己的概念 那也是不对 你执着经典也不对 金刚经上面说 法善因舍何况非法 那你说 那你叫我要怎么做呢 意思你不知所措 诸位你不知所措也不对 那怎么都不对 难道要叫你去撞墙吗 告诉你撞墙也不对 当你不知所措的时候 你要体悟几个字 随言和精进 这个比较容易懂 但是现在很多人 常常用率性 随性 活在当下 常常会故作潇洒 诸位这种生活态度有问题 执着或是不执着 这个是心态的问题 事情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个是随言 但是不做事 就一定不对 真正不执着的人 做得比任何人更精进 更勤快 你想想看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 做那么久 因为你会累嘛 那么哪里累 哪里累 心啊 心累嘛 为什么会累 因为执着 所以累 你上班 为什么会累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愿力 没有虚妄 不知何气何愁 所以很累 既然已经清楚 自己的目标了 就可以很精进的做 该做的事 怎么会觉得无聊 又怎么会说 不知道要做什么呢 当你一切法无所住 心彻底的不执着 就达到空性的境界了 而生其心 就是生起作用 达到妙有的境界 你不需要问它是什么 你做到了 它自然就会呈现 当慧能大师听 吴主为他说 金刚经 说到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使能言下大悟 之前慧能在礼殿 听到人家送金刚经的时候 是开悟 到这个地方 吴主为他说 金刚经到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是言下大悟 悟一切万法 不理自信的真理 这个是开悟后的心得 真的懂了 就可以大悟 诸位你要明白 我们的心 真的是这种状态 这个心 你说是自信 法性 法界 等等都可以 佛陀说 心生及种种法生 心灭及种种法灭 这种概念 这种概念很多人都听懂 但是很少人能够受益 为什么 如果你说我真的明白了 那我请问 那我请问 那我请问诸位 在我前面这张桌子 是不是你变现的 不是 不是你变现的 那是谁变的 诸位一切万法 有没有包括这张桌子 你先有这样的心 才有这张桌子 万法不理你的自信自信 所以你要好好的体会 一切万法 不理自信 这句话 很多文字 你自己解释 好像解释得通 但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好像有问题 其实就是你没有通达 理事不圆融 因为我们都习惯 用一种角度在思维 譬如说 你有一颗心 我也有一颗心 我的心和你的心 是分开的 还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连在一起的几手 那没有连在一起的呢 你们想的大概很逻辑的就是 两颗心连在一起 这是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两颗心分开的 两颗心连在一起 两颗心分开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回答 因为我们的心 还是有界限的 所以你才会回答 你和我都有一颗心 或许是分开的 或许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就是说 我们的心是有界限的 心就是心 本来就没有边际 心就是法界 为什么会说 一及一切 一就是法界 法界包含一切 我们的心 为什么有界限 你想想看 这个答案很简单 执着 就是因为执着 才有界限 如果不执着 有界限吗 有一位修行者 他到试验里面参禅 当他参禅完毕之后 他要离开试验的时候 试验的住持问他 这同样也是问你们 一切是不是违心所造 他说是 说完住持就送他出去 在庭宴有一块大石头 住持就问他 那块石头 在你心内 还是心外 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修行者 他就开悟了 诸位 如果住持问的是你 你怎么回答 这一块大石头 到底在哪里 你不要停留在 怎么回答 而是你误到了什么 佛法谈无我 但是佛陀在涅槃前 他又谈 常热我尽 这个好像 推翻之前所说的 无常无我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形呢 一切不是都在你心中吗 所以你什么都有 你也什么都没有 有是什么 没有是什么 有是缘起 没有是幸空 所以什么都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两者是不可以拆开的 因缘起就有 因缘灭就没有 为什么吴主要为慧能说金刚经 吴主唯一最重要最关键的 就是讲说自信 自信的问题 知道信 才能见信 知道心 才能修行 不知道心 不知道信的人 那就无法真切掌握修行的要点了 所以什么是心 什么是信 一定要彻底明了 这样就叫做金刚经 金刚 辟易自信 金 辟易心 整部金刚经的要预 就是谈 信 跟心而已 所以吴主大师传辅慧能的是 谈心 论性的心法 以要言之 信 是原本 心 则是隐信 对世间一切攀援的是心 信 则是原本的清净之在 好 金刚经大约有五千七百多个字 当吴主为慧能说金刚经 说到因无所助而生其心的时候 慧能以言下大悟 慧能当下就豁然大策大悟 他悟什么 悟一切万法不离自信的真理 身为弟子 当然必须对师父 禀告自己所体悟的心得 便自然而然的说 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原来一切法 以及最高深的道理 都离不了自信的范围 我们来看经文 怎么说 遂其主言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何其是表示赞叹的意思 用白话来说 就是想不到 想不到自信本来是这样清净的 想不到自信是不生不灭的 想不到自信是本自圆满具足的 想不到自信本是如如不动的 想不到自信能生起万有诸法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也就是自信污染不得 你没有办法去污染你的自信 自信既然不被污染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信呢 那个不叫做污染 那个叫做蒙蔽 请问你乌云可以污染太阳吗 不可以 那是什么 那是遮蔽 那个不是污染而是遮蔽 纵使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也没有办法污染他的自信 就比如你拿个墨汁 往虚空去泼 虚空是不会被污染的 所以我们的自信 都是无烦无恼 无苦无热的对待 是绝对的亲近 是零零明明 诸位你要深信这是真的 你今天没有办法深信 是因为你没有触摸到自信 你所触摸到的都是你的烦恼 都是你的贪嗔痴 所以只能看到文字 看到明相而已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佛性是不生不灭的 每个人从自信的角度来看 是绝对平等的 这个概念你如果不正切 那么你的内在就不会平静 观念如果是正确的 那么你看出去的 身罗万象 云云众生都不一样 但是内在却觉得很自然 这个也就是说 外面的环境 不管它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的自信都是不生不灭 也是不争不减的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什么是佛性 什么是法性 因为这是佛法里 最根本的法相名词 我们应该要有很清楚的概念 佛是智慧 是觉悟 智跟觉 都是自信里本来具有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你去学习一些技巧 学习一些技能 得到的 那个是从外面来的 但是智跟觉 是自信里面本来具有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佛陀说 真性平等如虚空 虚空是平等的 虚空没有差别 真性也是平等的 真就不是假的 不是虚妄的 因为它不是精神 它也不是物质 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 也就是你看不见 也听不到 也摸不到 你也想不出 就是你的意 也没有办法远到它 可是它却是一切众生 觉智的所依 我们一切众生 有智有觉 这个智跟觉 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发生的 这个智跟觉 是真性本有的 慧能大师在这个地方开悟见性的说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本来自信 它就具足 具足什么呢 具足智慧 具足德能 具足向好 你看释迦牟尼佛开悟正道之后 第一句话 它说 其灾其灾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等 而现在非常可惜的是 我们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自信 本来具有的这三样东西都变质了 不能说没有 这三样东西 智慧 得能向好 迷 它也不识 觉 它也不争 就是不争不解 迷的时候 这三样东西变质了 智慧变成烦恼 得能 也就是德行 变成了业力 向好 变成六道三途了 我们自己的自信 跟诸佛如来的自信 是不依不依的 你觉悟的时候就不依 完全相同 是依 不是二 你迷的时候不依 不一样 你就晓得 依 意 不是真的 为什么依 意 不是真的 绝了 就依 迷了 就意 就不一样 那自信 那自信 自信没有绝迷 绝迷在人 绝是自己绝 迷是自己迷 跟佛佛不相干 跟一切众生 跟一切众生 就会有 就会有七情六义 所以你会觉得 怎么可能没有动摇呢 常常被人家影响 这是因为你见相 着相 是你注射身 为你自信 你要把法灭掉 那除非你把自信 也一起灭掉 因为一切万法 皆从自信而生 所以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什么 宇宙的万有 都称之为万法 眼耳鼻舌生意 这也是万法 一切的万境 都称为万法 包括我们的思想 也是 你有了自信的存在 才能够感觉到 万法的存在 万法的存在 是自信的作用 我几个例子来说明 你听了就很清楚了 在我的衣服口袋里面 有一条念珠 它是不是一法 它是一法 可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们 你们没看到 那么对你们来说 它存不存在 它不存在 这一串念珠 一直在我的衣服口袋里 可是它在你们的法界里 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们的义 没有被告知 你们的义 没有相应 我这一串念珠 所以这个法 对你们而言 是不存在的 再譬如说 电视里报道 某天文学家 又发现了一颗新的星球 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到 这个消息之前 这个星球 对我们而言 也是不存在的 那现在怎么会知道 因为自信 当有人告诉你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 所以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自信能生万法 同理 我想请问诸位 诸佛菩萨存不存在 存在 诸佛菩萨存在 什么时候开始存在 诸位是在释迦牟尼佛 说出诸佛菩萨开始就存在 存在哪里呢 是存在我们的法界 法界是什么 法界也就是意识界 希望诸位听到这个之后 你心中要有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是确确实实 分分秒秒影响着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够信佛 不能够对佛菩萨起信心 那就好像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是用走的 你再怎么走都走不到 而一个信佛的人 他等于是坐了太空梭 他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甚至可以说 如果一个人不信佛菩萨 就等于不要修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路途 用走是走不到的 为什么走不到 因为一个人不信佛菩萨的心 这样的心态 就一直在使用肉体 就完全没有办法开启 他的精神体了 我们接着继续看下一段经文 主之物本性 为慧能曰 不是本性 写法无益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诸法原来是从自信深 这一切是慧能过去 所从来没有想到的 当然我们更是 慧能现在听的 五主讲金刚经 有了这个体悟慧能说 一切既然是 人人自信 本质具足的 那么又何必 另外去求佛法呢 主之物本性 五主知道慧能已经了物本性 主位注意这一句话 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 修行不是练功 修行就是一个物质 了物本性 你就能够通万法 了物本性 你就知道清静 了物本性 你就本不动摇 了物本性 你就本自具足 了物本性 你就本不生灭 这些等等 都是用了物的 不是用练功的 经过慧能这么发表心得 这么禀告 五主知道慧能已经开悟了 知道他确实已经体悟本性了 足以能够承受心传 他的内心当然是无限的欢喜 于是马上就给他补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不认识本性 不是本性 学法 无益 不认识本性的人 学法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法义的 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发用是受到限制 无法达到无穷 圆满 所以修法 一定要不离本性 因为中国本身就有道家的一些术 道家的一些法 中国人因为受到家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讲到修行 都偏向练功 其实一个人修法 如果离开本性 不是本性 那么修什么法 都容易偏差 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 你要知其难 也要知其所以难 比方说 当遇到来諮商的人 有困难 有痛苦 有一些人 我会对他说 你回去念法号 你去求观世音菩萨 你念大悲咒 你念心经 你去念七佛灭罪真言 持诵咒语 念经求佛 这个是求心外佛 那为什么要求心外佛呢 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 尤其当你一纷乱的时候 无名葬一起 原来仅存的一点智慧都没有了 透过求心外佛 让你的内心得到平静 让你得到依靠 得到寄托 然后再慢慢的找回你的智慧 开启你心灵的智慧 然后就能够帮助你处理人生的问题 把问题的困难度降低 让你化险为夷 求心外佛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谈到求心外佛 那么可能也许有人就会问 那么神迹呢 诸位你要清楚 神迹是偶然的 你不可以把它当作常态 当我们在求神求佛 持经念咒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事情 它会奇迹式的改变 有没有这样子的现象 有 这样子的现象叫做神迹 但是请你注意 它是偶然的 它不可能是常态 那么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这个就是心灵的力量 神迹是心灵的力量 这个我们要了解 所以修行不要着重于感应 不要着重于你看到什么佛 不要着重于你修行到什么境界 因为达摩祖师都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要悟 悟即是佛 你即是众生 修行就是由迷转悟 转迷成悟就是修行的目的 所以要了悟本心 记住 不要经过这样子说明之后 那你说我知道了 但是修着修着又修向神通去了 修着修着又偏向感应去了 这个要注意 否则写法无益 若是自本心 见自本性 疾名丈夫 天人师佛 这是顿悟法门 一下子就到天人师佛了 如果能够是自本有自心 见到自己本有的决性 就称为丈夫 天人师佛 丈夫天人师佛 这个是如来十号的其中三种 等于是说已经成佛了 世间有说男子和大丈夫 这个是指一表堂堂的男子 而佛法说的丈夫 是指体悟真理的人 只要是体悟真理 不论是男是女 都可以称为丈夫 如果没有体悟真理 重来是男子汉 也不能称为丈夫 天人师是说 成佛做主的圣者 不但可以为人间之师 也可以为天人之师 真正成为人天的模范 佛是佛陀的简称 中国翻译为觉者 这个是指已经觉悟 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也是人格已经圆满成就的人 这个绝对不是一般所想象的 神仙怪诞 佛是人人都可以成就的 问题在于 做人的人格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这一段话也已经告诉我们 修佛是要用物的 用物的并不是说 要修什么法 然后就成就哪一尊 因为修行在就近义上 实际是无佛可成 为什么说无佛可成呢 说有佛可成那是度外道的 这个要从他的历史背景来说明 当初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的 他被列为异教徒 很多人要杀他 说他说的是邪说 耶稣不也是一样吗 达摩祖师刚到中途的时候 也是一样 很多人要害他 这个地方说外道 不是说他邪魔外道 而是修心外之法 向外求的法就叫做外道 而佛陀是讲修心 称为正道 所以佛陀为了接引这些 修心外法门的人 说了很多的境界 甚至说了各种的果位 他说出了 在人之上有天道 他又分很多的天 第几层天 第几层天 这个是接引外道的 当佛陀把这些 修心外法的人 引入门之后 他再慢慢的调教 调教到最后 就跟他们说一句究竟 谜即是众生 悟即是佛 你要了悟你的本性 你要测见你的本性 你要让你的佛性显现出来 好到了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是路式的弟子了 佛陀甚至会更严厉的说 其宜皆为邪说 除了了悟本性 其余都是方便法 诸位这一点 对我们修行正切观念建立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种观念 一般人最不喜欢听 一记我的经验 听到这样说 很多人就感觉修行 没有什么了 很无趣了 其实诸位 这个才是正道 这个才是正法 不要老是想着 修行是感应 是神通 请再看经文 三更授法 人尽不知 便传顿教及一波 云 汝为第六代主 善之复年 广度有情 流不将来 无令断节 天无既耶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信亦无生 三更授法 人尽不知 便传顿教及一波 半夜三更 从无主这里授法 人尽不知 其他人都不知道 便传顿教及一波 当下就传他顿悟的教法 以及一波都给他 也就是说 一波是法 心是顿教 心跟法都传给他 这个顿教是 不经历阶梯剑刺 是直指本源 顿时利物的教法 这是利顿 无主传完法之后呢 就对慧能说 如为第六代主 善之复念 他说 你为第六代主师 要好好扶持 我们这个法脉 担负起 续佛 慧命的 重大责任 要善自 互念 这个善自 互念 有三个不同的面向 要照顾互念 那三个呢 第一个是对自己的 一个是对自己的互念 第二个是对众生的互念 第三个是对佛陀 以及历代主师 传承的互念 也就是要保持 这个法脉的纯正 这个场景 让我觉得 慧能 接这个六主的位置 感觉有一些凄凉 你看哦 五主 他还用袈裟 把这个窗户围起来 不让其他的大众知道 然后拿一件衣服 跟一个拨给他 然后就说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六主了 慧能 他接任这个六主大位 他好像没有任何的 正式不达 也没有官礼的兵重 这跟一般正式的不达 有着天差地别 真正一波的意义 以四项来说 一是指 祖师传下来的加沙 这个波呢 是指出家人 用来成 师主供养食物的 硬气 这是从四项上 来说 这个一跟波 那么从理项上来说 一是表意 从此要依靠 慧能大师 承担起佛认 波呢 是表意 将弘法立身的工作 未能广度众生 留步将来 这个是说 在未来 你要流传这个法门 无令断绝 不要让它断掉 无主这四句话 实在是 以重心肠 自度度他 成败的关键 就在于 能不能擅自 护念 能不能好好 扶持 自己的心念 这是智力 而广度有情 广度有情 式的众生 这是利他 那么到底要如何 互念 要如何留步 无主 他又为慧能说尽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这个有情 是指 具有情势活动的生命 高级的 低级的 所谓九种 众生 软生 胎生 失生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无不包挂在内 有情 就是有物的可能性 无情 就是没有物的可能性 有情 就是众生 而菩萨 则是 绝有情 种 就是指种子 意思是说 有物 就有种子 没有物 就没有种子 无论什么人 若有物 就是一粒 佛的种子 如果来学佛法 理所当然 要使他在三宝 两田当中 种下佛法的 身后善根 既然在因地 种下佛法善根 一旦因缘和合 佛果自然还生 这是因果 因果必然如此 这是无可怀疑的 就好像诸位来这个地方修学佛法的人 没有不种善根 至于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这个是说 没有情事活动的无情 本来就没有佛性种子 所以说 亦无种 当然 也就无从为他种下佛性种子 自然 也就没有成佛的可能 这个简单的来说 就是 你有心来修行 就有可能成佛 就这么简单 你我一般人都是有情 有情就是众生 你要来下种 我们来修行 就是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你愿意来下种 这就是你的因 你就有田地了 将来一定会结成果的 无主要慧能 善自赋念 广度有情 既送中 又要慧能 为所有的有情 种下将来成佛的善根种子 可见 禅宗主师 是念念度诸众生的 从来不忘记 做众生的救度工作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为诸位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慈心观 请合掌 合掌能够让你的意业千层恭敬 今天 我们的进度 是对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传播慈心 我们记忆慈悲 今天晚上的祝愿 我们要能够毫不吝啬的 用你最强大的念力 把你所有的祝愿愿力 传达给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在休息的过程中 你要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那些句子所引发的感觉 愿一切众生脱离危难和仇敌 愿一切众生脱离危难和仇敌 愿一切众生脱离内心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脱离内心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脱离身体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脱离身体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每天生活安乐 无有困扰 愿一切众生每天生活安乐 无有困扰 好 我们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